繼續回來第十一場賽事 殺火戰的尾場 二班12米的短途 當然都是很多隻 沙田1200跑得很開的馬 一起跑 看12號這隻巴薩諾瓦 交叉被固有 初戴頭罩 好,看看Feed馬 趕快隔了一個禮拜左右 這隻就順勢而非 不過上次一一幾磅 又跑到適合 都嚇一嚇 不可以 幸好輕綁擺出去 就衝贏了 但跑得很密 好,這隻金池相當厲害 後面是開心高球 後面是風芒勁路 7月7日的泥地試襲 上星期這座泥地集 當然試得輕鬆 這隻金池 壓住都撲到上來 前面那隻起中起就沒有了 不過一直都力騎頂到尾 風芒勁路就按住第三、第四 外面就開心高球 都是順勢跟跑而已 始終有個分不同 這次都很當勢,很Feed的 上次可能又慢,又嫌過斷速 結果外面走上去 回來就不多 但這些都很硬正的 這隻馬都,那他都Feed的 厲害馬來的 這隻就有標之智能 他都是一隻神操之星 儘管現在他不算很銳 但起碼在神操,他仍然都交足貨 即是,算是這樣,外觀 好,接著是包裝必勝 我記得之前上一次,賽前 那隻馬試襲都好像一般 他上次跑下去,有得追考 其實我又不覺得 因為他一向都是有些奇馬不讓 神操他不會說是很行、很起眼的馬 這些都是,魅麗賓治 早上好像覺得有點不太特別 但落到長跑 你不要忘記他曾經缺陣那段時間 他出來,仍然可以掃得到你們 三個月,差不多都可以這樣贏 好了,家應精英,五沙田草地遷移 由喘鳴的那些喇喇喇喇 那都…有馬就吧,都應該… 好了,這隻就翻了重化的連肖有威 前面帶頭的是家應精英 六月底的重化草地試襲 四隻馬試 後面那兩隻都跑了 勝德出色和喜晉區 喜晉區就退役了 勝德出色是轉了倉的 即是現在不在阿塞那裡 去了五盤子那裡 那前面就放到底 駕鑫正營 這些四隻馬試沒有壓力的 大到都正常了 按住第二隻連肖有威 那他都是一隻很好的狀態的馬 他和一號馬的順勢而非 都很合理的 那他這隻連肖有威 在離地一路衝上離婚 但其實沙田草地遷移 我覺得這隻馬都沒有什麼問題 不過你說遇著這些美麗奔驰 金驰 這些就很當銳的馬 這隻都厲害的 這隻威力奔騰在後面 前面就落的那隻四號特攻 上次曾情千四 我覺得其實未必是他路程的問題 我認為他千四都可以 但這次下來跑就是千二 看看報名如何沒有碰他 好了,心之恒 這隻馬的功夫上 五月一至五月二十一停過 再停兩天,二十多號那裡 我就有點擔心 這隻就超霸性 貴內曾經有一段時間 都好像挺厲害的 但期後跑了 我覺得為何這隻馬 好像又交不回之前贏馬的水準 好像有點飄忽 好了,接著是電源之區 無論如何都這麼快 在文家糧接手贏了 這隻馬都可以保持 但隨著對手強了 又沙田 場地不同了 又排外檔 怕削弱了 這些又是菊草馬,巴實浪雅 落草地跳,叫做都能保持 它不是一隻那麼容易處理的馬 上次用了班德禮跑 它都接近 因為它有狀態 所以都會衝得近 好,魅力寶駒 真是厲害 那次贏完 那場跑得好像完全沒甚麼看 又贏了 三檔輕綁,它仍是正確的 是的,這隻魅力寶駒真是很奇怪 讓它摺著摺著 讓它又拿到兩尾 打算七十多分都沒甚麼優勢 那美場是相當精彩的對壘 因為很多都是當裔的馬 四歲很多都是 大家都是熬過進度 看看捕捉形勢哪一隻好一點 選了兩隻馬 選了一隻五號,魅力寶駛 另一隻就是八,威力奔騰 兩隻都是自己有緣分的馬 我覺得這隻魅力寶駛 是一隻相當厲害的馬 尤其是它又不是很有聲微 整天都覺得它 所以你變相出來跑 整天都有點分頭 我不知道是甚麼原因 大家會輕視這隻魅力奔駛 厲害吧 另外就是八 這隻魅力奔騰 都是賀賢的變配器 很多時賀賢有它出 成績都不錯 我喜歡這兩隻多一點 一二四都是好的 所以這場尾場都是相當精彩的對壘 是的,這場馬都… 熱門,我想很多人喜歡的二號馬 金池 都沒有人說它不厲害 說真的,它在神操姿態裏面 那種走勢 這隻馬是真是頗強的 還有這件馬王彩衣 可能每個人都加多一點 嬌陽明驅 其他馬 它這系馬其實都真是頗好的 但是排檔呢 究竟它會不會像上次那樣頂在外面 其實如果你再認真點想 上一次有可能這樣 這次也有可能再同一遭遇都未定 但希望就不要發生 但是馬如果你有神計狀態 它真是保養得很好的 時間回舊 好了,接著其他馬 五號馬美麗奔馳 回想它第一季跑 它跑第二場的時候 大概季尾 很快已經在沙田遷移贏 好了,接著又閹 接著又眼睛好像弄傷了 所以卡拉搞了一段時間 上一次就休息了三個月出來跑 賺體力是一件事 滿身馬都要有這樣的能力 去驗證過它沒有問題的 但是這隻馬入彎呢 我留意了它是要給少許時間 它拿平衡 其實它開步呢 不是這麼利落的那些馬來的 不過它都叫做真是衝贏過你們的 我覺得這隻馬 賺少許體力也好 甚麼都好 當位形勢 這隻馬都是搖搖的 好了,再數內就是七號馬 連少有威 那沙田遷移 我覺得這隻馬都不會不行的 不過就泥地戰績較為好些 就好像掩蓋了那樣 但是這隻要嘗試 其他那些呢 就沙田遷移 在這個班有足夠驗證的 不過就連少有威都回得夠 好了,接著再選內隻 十號馬超霸勝 超霸勝這次呢 可能因為長了時間沒有跑 而期間沒有試集 所以近尾她是拍了兩貨才拿出來跑的 希望這次 可能她的神話都未定 葉初航 可能前面贏兩場 加上這隻搞定都未定 看看她做不做到 第十一場賽事 都跟大家研究過 看看我們選了甚麼馬 我就選了都是蔡若翰那隻 精算謀略 我就選這隻揚明天空 第九場 今天都跟大家今季研究了八十多次的賽事 今天都很感謝大家 今季都一直下來的多多捧場 重複多次 接下來的賽事 安排在星期日 沙田的薩科戰 四點鐘開跑投場 下季再見 拜拜